半年前无纯施下咒术 只有让公务烈恨他 咒术才能得以解除 否则无纯便会丧命 半年后 失忆的公务烈对无纯充满了恨意 他要独自前去苏罗界 给他父亲讨回公道 无纯知道他的力量 尚不足以对抗苏罗界 于是使用法术将公务烈支了回来 这个行为彻底惹怒了公务烈 于是 无纯受重伤后 公务烈咒术解除 于是他激起了无纯 两人沉睡万年再次相见时 竟是这种场面 无纯匆匆下线 华叔的儿子说道 当无纯安置后 公务烈和他的四把灵气 他上了前往苏罗界的征程 在共务烈待遇之下 众人一起前往苏罗界 开启下一段征程 他们将为正义而战 为灵与苍生而战